我有能力祷告 我不是很相信你再讲一次 我有能力祷告 对吗 你跟你旁边讲 我有能力祷告 对 OK 今天我的主题是 祷告该用谁的信心 有时候我们知道祷告要用信心 可是我们不知道该用谁的信心 如果你知道过去的系列里面 我都告诉你第一个系列说 祷告真的有用吗 然后我们就连续的祷告 到今天第四个系列 祷告该用谁的信心 我们讲个笑话好不好 有一个人叫小明 他暗恋他隔壁班的女生 所以有一天他就鼓起勇气 写了一封匿名信 偷偷放在他的书包里面 小强就问小明 他的反应怎么样啊 小明说 他很激动 哦 那很好啊 接下来呢 然后小明说 后来他就去警察报警了 原来啊 小明的匿名信 写的是 我已经注意你很久的 嘿嘿嘿 哈哈哈 那个小姐就吓到了 所以你看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祷告 是吗 如果 方法 你有了 密卷你有了 可是你 你 自行起来 是不一样 就有不一样的国效 所以正确的信心 会影响你 OK OK 我们回顾上个星期 我们讲到来到神的面前 要圣洁 圣洁在希腊言文叫 Kadosh 大家讲Kadosh Kadosh OK 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然后希腊言文叫 Hakios 大家讲Hakios Hakios 也就是敬畏的意思 OK 因此啊 圣洁不是一般人想象的 是遥不可记的东西来的 圣洁不是什么神秘啊 魔物啊 诡异啊 迷离啊 朦胧的东西来的 它是很实际 很真实的 上帝要我们圣洁 因为他知道 人人都可以圣洁 跟旁边人讲 人人都可以圣洁 有人说圣洁就是不要犯罪 但是圣洁不是不要犯罪 圣洁是一种的生活态 圣洁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真空 那个真空是留给耶稣 别人不能共处的 圣洁是一种眼目的专注 圣洁是得以看见神的道路 今天我们来看 信心在祷告中的重要性 正确的信心能使到我们祷告有大功效 不正确的信心使到我们的祷告背了很久 关键在祷告上 我们该用谁的信心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 那我忽然间有想到啊 我刚才忘记讲的 我相信如果你看报纸 我最近也有看一些报纸 你们看到新加坡的牧师 唐希牧师的一个报导 那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要呼吁 我要提出来就是 我很纳闷我很失望 当我在Facebook里面看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批评 有人推骂 有人死骂 说这个牧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但是我在想 我在想圣经的话也怎么说呢 基督的身体是分裂的吗 基督的身体是四个部分的吗 撕开的吗 我看到有些基督徒在 在拓骂 在鲁骂这些的 这些字眼在骂这些康希牧师的时候 我觉得是 我觉得很心痛 我相信上帝的心也在 也在探血 我们都是一体 我们都是教会 所以 因为中央调查局还在调查 还没有露食什么东西 我们不应该有指骂 还是讲一些不妥当的东西 那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我喜欢用简单的理据去思考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 亏空了2300万的人 他还会站在那边被人抓吗 如果是我 我早就跑掉了 为什么还要等着你来做呢 当然我相信内幕 内里面一定有一些的状况 可是我在想 谁没有犯罪呢 上帝中的人 大卫也是犯罪啊 抢人老婆 杀死人老公 是吗 摩西也犯罪啊 保罗还 糟糕 保罗 是传门撒基督徒的一个头目 来的 我们不能因为这么样 来莫杀了抗西牧师 他为神国度所做的一切的贡献和功耗 如果不是抗西牧师 在新加坡 很多的青少年 如果没有受他影响 他还是在外面没有心理所 我们必须要看两面 不能只是一方面 我们要有中空 中肯的去看 请为他祷告 请为这件小会祷告 我也很心痛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喂 呀 就回来 回来这里 OK 我们一起来看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大拉讲 真心心 好神是叶子 真心心好神是叶子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 大家一起一二看 人会有心就不能讨上帝的许愿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求上帝 且信他 少自那 真切寻求他的人 OK 后面的你们看不到我们的 我们还在抢救着这个 相信你可能就会好了 首先啊 信心是 这一般的定义是什么 在信念里啊 信心 这希腊言文叫 Petease 大家讲Petease Petease 不是Petease Petease 他跟你讲 记住 意思就是信仰 意思大家信仰 信仰 所谓有信心就是 相信你所听见的或语 并对这些或有把握 有把握就是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信心就是相信某些还看不见的事 把它当作以真实存在事的 然后讲述这件事 直到盼望这件事能够显明 这就是信心的定义了 很简单 信心不是一个空 没有目标 不知道什么 信心是你对这些东西很相信 你不突然的对自己说 不突然的对自己说 说到它出现为止 简单啊 取利 我还记得我17岁那一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学校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奉佛的学生 我所筹的领用钱才800多块 我记得那一趟我要去那个 学校大概要花2000块的 飞机票包括生活费 已经很便宜了 去整一个月 那时候只有800块 但是我做什么呢 我做一件很哇很疯狂的事情 我到处跟人讲 诶我11月份我要去中国宣教了 那时候钱还没有 我到处跟人讲 我11月份要去中国宣教了 钱还没有 但是我 我没有跟人讲我没有钱 我是讲我要去宣教了 我要9秒多少钱 2000块 你有吗 有 牧师问我 有吗 有 但是我知道身上也只有200块 我一直宣教 一直宣教 到最后一个星期 在最后一个星期啊 我们已经要进去飞机票 要去买了 牧师跟我拿钱 你要给飞机票了 那时候飞机票还差200块 我一直宣教说 Drew 我说我会去的 我说牧师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两天就给你了 在这一两天里面 很奇妙的 我家里的letter box 那信箱呢 就出现了一个白信封 没有写名字 没有写什么 里面该包有200块 刚好提供我去坐飞机 拍手给唐帝 你了 我要讲 我要见证给你 不是要告诉你 我上帝在我身上有多奇妙 我要告诉你 信心是可以达到的东西 信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我用简单的来解释信心 希望你知道怎么用信心 信心不是一种那种自我催眠 自我膨胀 然后就是一种 法外之风的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不相信 我们连我们自己 都不敢相信自己 连不敢相信这个东西 难怪你一直碰钉子 我一直宣告 我每天宣告 我每天宣告 你一定要对自己 有那种的 我们去看得去的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要靠信心过自主的 过生活的 而且 人尝试相信什么 就得到什么 大家讲 人相信什么 就得到什么 人相信什么 就得到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 以祂的形象 而样式造我们的 上帝说有光 就有光 上帝从来没有怀疑 你不在等下有没有啊 我讲广州 没有了 上帝充满自信的 所以每天睡醒 起身 招招净子 我长得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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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前面 你就有信心起来了 对吗 我长得很漂亮 对姐妹的 长得很漂亮 所以我跟阿弥林姐说 我充满美容品的 二十七 今天几岁 二十七 十七 感谢主 是啊 对啊 这次就是一种 信心就是一种宣告 我们接下来看下去 大家讲 神信心的创造法 神信心的创造法 我们读一段经文 在诗篇33篇19节12上 因为人家说 有就有 有名利 就利 这就是上帝的核心 上帝很豪迈的 说有就有 上帝说有 他会说 等一下 可能啊 或者啊 他不像我们人这样 我们会摇动 会摇摆 上帝说有就有 很可惜很多时候 我们不相信神的话 上帝说有 我们不相信有 我们还在怀疑 这里说明了 上帝还没有看见 十字的出现 就已经相信 他所要创造的实体 已经处在 这就是神 信心的创造 大家讲神信心的创造法 神信心的创造法 神信心的创造法 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创造出来的 再读一次好不好 清测的一二三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创造出来的 上帝要讲 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 所有今天世界上 上帝说能看见的东西 是本来没有的 上帝就是这种 信心做事情的人 他没有看见 他宣告他相信 东西就成了 我们今天道准来做 我们要看到才相信 看到神信心 Seeing is believing 外面的人这样讲 所以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 Seeing is believing 有看到神记 我们相信 没有神记怎样相信 所以你永远得不到 得不到神记 你有看到神在做功 因为你要看见才相信 我们直接看下去 神不仅只凭着话语来创造万物 他甚至用话语来维持整个宇宙的运行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你就明白 好 翻译起来读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一二三 他世上帝荣耀手霸的光辉 世上帝荣耀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人 他亲自洗净了我们的罪 就坐在高压施杀者的右边 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人 今天你看到宇宙万物 没有 从来没有 miss过的 有看到有 miss过吗 太阳有爽爽不出来的一点吗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 太阳有从西边出来吗 没有 因为他是不顾的 因为他靠着命令拖住万人 神凭着话语的人力维持一切 他一说话宇宙就成形了 他继续说话宇宙就继续的运行 这有个原则啊 什么原则我们来看 这里有个原则 当你祷告祈求的时候 你得把所祈求的 当着已经存在似的来讲述 OK 所以为什么祷告你会被拦住 你自己祷告都不相信你自己祷告 这样他费时间 你每一次你的祷告 你就make sure你继续相信 我祷告的是有效的 我相信我自己祷告 不要当自己自己都不相信自己 然后此外你还要不断的讲 直到这个东西出来 事情成真的时候 你光不能够接受算了 你得留住神给你的祝福 要怎么留住 说出来宣告出来 宣告出来 很多人不讲 你要拍谁啦 我不敢讲 所以为什么每次鼓励 神父姐妹如果上帝在你身上 他做了一件事情出来讲见证 说出来 魔鬼就不能偷去了 为什么你不讲见证 你怕他会弄不见吗 所以你讲见证就是一个 guging job 反正魔鬼不敢再动你的东西 这鼠已经宣告出来 OK 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许多的祷告 落落在地上的原因 想想看 你是不是曾有 从神来得着了 然后就 后来就 不见了 朗光 朱世阿 回招了 明白吗 已经是看到了 又不见了 那个钞票好像有赤膀这样贴掉 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宣告出来 来 接下来 大家 信心是佛出信仰 信心是佛出信仰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了 第八节之后 不要换解音色看到 一二三 唯有主义信仰的义如此说 这道离底不远 正在你耳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罗马书第十章这么说 我认为这个不远 这个字不远 不远 这个不远 这个不远是什么概念 这个不远就是 关乎你怎么听 然后你怎么相信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过只是反映你心里面 所想的 以及你所相信的 这表示你身边的人很有影响力 他所说的话 会钻进你的耳朵 耳朵就是你进入你心里的大门 你口里说出你心里所要的东西 我们活人啊 是很糟糕的 我们常常骂孩子 佛罗东云娜 西云娜 基西 我们常常活人 活人是要倒转的 活人是活在很自卑的里面 所以我一直要鼓励从前面 我们要丢下以前的保护你性别手 你是新造的人 你不要以为这么人家 怎么讲你就是 我明明就是要人家讲我这样 我就这样咯 你一定要看上帝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 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一定要读圣经 我要去了解圣经所讲的 不要只是凭空 只是在人家怎么讲你接受 人家讲你 人家讲你 你不能的啦 我不能的 所以你必须从信心 在乎你怎么听 你怎么相信 人家讲你不行的时候 你又表示 他讲的不行 你就认同他讲的不行 所以你一直不行 信心就是要表现出你所相信的 我再给你个敬 给大家解 大家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 因为你应该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坚缩出来 英文说 out of the abundant of heart the mouth speak 心里所充满的 嘴巴就讲出来 所以我不相信 哎呀我自己开玩笑 我讲罢了 没有这意思的啦 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 因为圣经讲 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 我要知道这个人的心怎么样 我看他讲话就知道了 如果那个嘴巴讲好话的人 他心是好 没有一个坏心肠的人一直 一个坏心肠的人会讲好话的 知道吗 我再看这些 我再看这些就明白了 其实啊 推动文明进步的 最大的要素就是信心 大家讲 推动文明进步最大的要素就是信心 一二三 推动文明进步的最大要素就是信心 我给你看一个图你就明白了 英文的不好意思 那我准备点名啊 所有的东西都开来自一个梦 一个梦想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信心 就变成一种信仰 那信仰要加上一点点的行动 就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加上一点点的坚持 就变成你的目标 可以看见的目标 然后加上一点点忍耐和时间 就达到你的梦想成真 我没有来不及换一种中文啊 不过这是很好的 所以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在举例 你今天看到 Sunga Era很多房子在找 不断地建造 尤其是那个Golden Triangle 他听说这里是最重点的发展 落得起来很多的很兴旺 请问这个Golden Triangle这个建筑物是因为看见了财帐吗 是不是 是因为有人有这个梦想 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金山脚的大厦 要住进这个新港的繁华的进屋 它就有一个墓 它就开始相信 就开始有个蓝头就开始建筑 在两百年前没有人相信人能够可以飞 但是莱特兄弟相信人可以飞 他就有这样的看见就开始炸了飞机 所以今天你和我可以坐飞机 而且今天你坐在AAsia Everyone can fly 它的主题它的slogan是 Everyone can fly 每个人都很飞 每个人都很飞 也是从来没有人敢想 这个人敢想 他得着 他没有信耶稣的我 他都能够得到他要的东西 汽车 以前人家坐马 坐马的没有坐汽车的啦 汽车是人家相信 我为什么要坐马 那么辛苦 坐汽车可能会快一点 跑车甚至跑车 人家有这个想法 就创造了汽车和飞机 因为什么 因为信仰创造你的生活 大家 因为信仰创造你的生活 因为信仰创造你的生活 所谓信仰 什么是信仰 信仰就是相信你还没有看到的 而且相信到一个地步 你当这件事已经存在 而且以这个来做你的行事为人 直到有一天这个事情成真 个人的成长而成功 也是透过信仰而经历 就是活出你的信仰出来 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 不敢相信自己所得自己的梦想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希望大家牢记起来 信仰乃是化为行动的信仰 你预期你自己会失败吗 这就是你信仰 你预期你会成功吗 这也是你信仰 我举例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自己认为拿不到贷款 在银行的路上 你就劝自己说 算了啦 银行不会批我的贷款的啦 你把所有拿不到的贷款的理由 对自己讲一遍 好像跟自己讲道这样 然后就对自己说 拿去也没有用 但是无论 还是去try一下 结果你到银行 你正视了你自己的信仰 第一是说 我就说了 他不批我的贷款的咯 因为自己都讲了 他不能贷款给你了 你在去的路上已经讲 不能贷款了 你去就是正视你的信仰了 我希望我用简单 你明白什么叫信仰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相信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相信的事情 上帝要你做很简单 你去做你相信的事情 你能够相信的事情 你今天代表不到 今天你做不到这个顾客 不是因为 那顾客不把你 他看你的咬容 我们所以 是因为你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做私有 我们以前也是做私有事 我才知道 做私有的困难 我记得我第一个顾客 我在做电脑批发行 零件的时候 我第一个顾客 我进去 我做那个老板 你坐在那边等我 我在做生意 我坐在那边等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后 他来看我的货 我的东西都没有先进的 不买 四个小时我就走出去 我第二次去找他 第三次去找他 第四次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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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给我做到生意 我相信他能够给我买 你知道吗 这个人给我买的是我妈妈 什么旧妈 什么关系 就是亲戚关系就对了 如果我当第一天去的时候 我说我妈妈是什么 什么什么的关系 我相信他就跟我拔了 但是我从来不用这样的关系 我相信一样东西 我的信仰里面 他一定跟我买 不是因为我跟他有这么关系 你明白吗 这就是 信心就是信仰 活出信仰 活出你所感性的东西 阿们 来 时间的进步 这个 大家讲 要有神那种信心 要有神那种信心 信心 十一年度 我读就进门给你 第二天 他们从不大离出来 耶稣饿了 耶稣饿了 是正常人 所以会饿的 耶稣饿了 严天看见一棵窝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在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窝果的时候 耶稣就对那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是你的窝子 他的门徒听见了 我们去看下去啊 二十节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我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来耶稣的话出来 就对他说 父子你看 你所咒诅的我果树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幸福神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死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听好吗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按照他所说的给他成了 二十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耶稣做了什么 整个故事里面 耶稣在说话 对吗 对谁说话 对穷章说话 对一棵树木说话 说什么话 说信心的话 请记住信心就是活住行动的信仰 耶稣对那棵树木说话 的时候 他已经相信那棵树会不甘死 他们也怀疑 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义理频道曾经研究 把两颗花放作试图 一个花天天对他唱歌 称赞他 哇你长得很肥沃 你长得很漂亮 你会结果 你会生很漂亮的花 你会哭干死 不到一个月 两朵花 那个被称赞的花 他活得好好的 而且越 它越茂盛越漂亮 另一朵花 他骂他的 诅咒他的 讲他不好的 他就哭为实 看到没有 国家地理频道 证明耶稣的 所做的事情 耶稣不是笑的 耶稣不是笑肝 大家耶稣不是笑肝 耶稣不是笑肝 说我不是笑肝 所以你看耶稣在讲的话的时候 他很清楚 他说从今以后 你没有人再吃你的国家 那时候就不干 这是被证实的 你说什么祸 就带出什么磕下来 这就是信心 这是信心的信仰 而且在二十二戒 耶稣说什么 在二十二戒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你们当顺服上帝 但是在希腊言文 不是这样写的 原文字界的翻译就是 要有神那种信心 大家讲要有神那种信心 要有神那种信心 祷告 请记住啊 我要你永生记住这句 祷告在希腊言文叫做 阿弥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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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命阿弥叫帝奥 阿弥地奥 OK 阿弥地奥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讲阿弥地奥 阿弥地奥 阿弥地奥就是 要求 请求 需要 渴望 这个有吗 我看阿弥地奥 阿弥地奥意思是 要求 请求 需要 渴望 渴望 英文是 Rahmi Desire Required 就是那种的要求 祷告不是 心里面 哎呀 我说你有祷告吗 弟兄姐妹 你有祷告吗 有啦 我心里面常常祷告 不能的啦 要讲出来的 我心里面讲就好了 不是 阿弥地奥的意思是 宣告 讲出来 阿弥地奥 你叫不比的时候 阿弥地奥 阿弥地奥 不是小声 我们心里面讲 阿弥地奥 你知道你要叫得奥 是吗 你一定要讲出来 就比了阿弥地奥 他知道了 他就送到来了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讲 阿弥地奥 阿弥地奥 难怪你祷告没有成绩 明白了吗 永远记住 祷告是很简单 就是阿弥地奥 要讲出来 大声讲出来 OK 另一个字 说话 说话什么意思呢 说话在希腊言文叫做 拉雷奥 他讲拉雷奥 拉雷奥 拉雷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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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不错 还写很多语言 拉雷奥 拉雷奥 我们意思就是发声 述说 将心中的失恋 和想法 用语句表达出来 所以祷告一定要讲出来的 不能够我心里面 耶稣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 哎呀我心里面想就好了 不行的 你必须要说出来 而且说了出来 你来讲奉耶稣明 讲阿们之后 你要常常说 哎 上帝要给我一辆车子 哎 上帝要给我一个漂亮的老婆了 我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 一直睡觉 一直有了 阿们啊 你一定要讲出来 一定要讲出来 你对你祷告要有信心的讲出来 所以你想什么 你一定要讲出来 到处讲 让别人感觉你是小娘 但是上帝知道你不是小娘 要么 祷告是可以成的 我要帮助你 你来听了祷告的事业的时候 原来祷告不是很复杂的 是很简单 能够做得到 OK 接着来 信心不是一下子听了就有的 要不断的听 尤其是我们活人 如果你听一个小时的正面的教导 再听两个小时负面的教导 你的信心就是负面的 你的信心就是负面的 就来看看 所以 信心啊 离你不厌不厌的坏 所以我很在乎啊 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跟那些消极的人 你跟那些什么都北的人 讲不行的人 难怪你做东西都不能 真的不一样啊 我希望你跟哪些人讲起 后来 仍然生发神那种信心的人在一起 因为我们该拥有这样的 这种的信心 我鼓励你去看看你自己 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你在听些什么 你就在听谁的货 你在看什么书 你在听什么音乐 你看什么电影 那个影碟 甚至你去什么教会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听什么 你就会变成什么 你在讲一百次 你回去 回去讲一百次 不是我是猪 你看你一百次之后 你就好像猪那样 对啊 所以我从来不讲我是猪 笨 我想很聪明 我想笨 我把所有好东西都送到我在身上 OK 最后时间的引入 大家讲信心来自神的话 信心来自神的话 神经讲罗马书第八 第十章第八节 大家读一下第二看 知道你离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心啊 我们定义为今天你和我明白的叫潜意识 大讲潜意识 潜意识 你所听过一切的东西都存在这个地方 心 潜意识 而你口中口里说出来的 会创造你的世界 大讲 一二三 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话 会创造你的世界 因为你所有的运作方式跟神一样 凡你说出来的话 都带有了你 我希望你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真理 因为他关乎你的生活 你和你的祷告 和你的生命感 要怎么维持相信呢 你必须被宰众 要把自己宰众在一个满了神话的地方 宰众在不断讲说这道 也一直活在这道里的人的旁边 你越花时间 在神的道上 你的心就越来越被更新变化 你的想法就开始改变 当你一直接触某样东西的时候 一直在听它 它就会变成你心里面一个部分 你会开始相信它 而这个相信会反映在你的说过上 果子就开始接出来 今天你看 很多在你打开电视机 你看到很多的模仿塞 那些模仿 你就是我了 那些你模仿黎明的 那些 模仿周波剑的 模仿得很像 你说 它一下子就能是很像的吗 它花很多时间 破很多功夫 去学周波剑讲话 学章学又讲话 我都学不来了 因为我没有过时间 我现在学耶稣说话 我会像耶稣 虽然还没有无需 所以你就开始学 像学谁 模仿谁 你就像谁 真的 如果你要有信心 你祷告要活效 你要学神 你要学神的坏 所以你必须要 栽纵你自己 栽纵你自己 所有信心都是听来的 信心有正面有负面 得着的方式是相同的 你听了 并且相信了 就成了你的信心 信心是化为行动的信仰 它和期望一样 都是从听而来 最重要的就是要听不神的活 最后不到时间到了 再举个例子 耶稣活在世上三十三礼拜 他周遭的人都是没有希望的 周遭的人都过得很生活 你看到 如果你读生 你知道啊 耶稣为保无钱人 那些都是穷人家 那些都是养育 补育人家 那些都是穷的 讲的都是不能的 但是我发现到 耶稣跟周遭的人都讲 你们放心 这是耶稣的口头 常常讲的 你们放心 门徒在海中 遇到风浪的时候 耶稣说 你们放心 当分的人啊 会这样反应 这样说 这是你随随便便说的 这时怎么会放心啊 你有看到 不是开玩笑 是暴风雨咧 船要倒了咧 那个旗干都要倒了咧 我们都要沉了咧 你叫我们放心 你是不是搞不清状况啊 耶稣你在睡觉啊 是不是 我们周遭的人都是跟你讲讲的 你当你在积极讲正面的时候 有人会反过你的 你一表现有信心 有人就会说 你没有面对现实啊 你 我们一直都被训练要把眼见的 当作现实 但事实 不活在信心里面的人 才是不活在现实里面的人 我在讲啊 我们一直被训练要把眼见的 当作现实 但事实不活在信心里的人 才是不活在现实里的 Amen 最后 他自己错了咧 大家讲 信是所望知识的自己 来一而半 信是所望知识的自己 是未见知识的确信 信就是你所有的权状 所有权状 证明人有合法的所有权 信心证明你已经拥有祷告所祈求的 但是你得确定你自己所运用的信心 是不是神的那种信心 有一次耶稣对门徒预言说 我怎么样会被受苦 被杀复活 然后呢彼得就拉着耶稣说 哎呀这事观观不可发生在你身上 耶稣马上就责备彼得说 责备彼得 因为他说 他说了一句 没有神的意思的话语 彼得被撒旦利用 讲出背离神的心意 有趣的是 后来彼得 称撒旦为仇敌 希腊文仇敌 这个意思就是反对者 撒旦就是开口 反对神话语的那一个人 撒旦目标就是要 喂养你 喂死你 一些违背神话语的说辞 让你反对 对毁坏死亡产生性情 为什么你一直讲negative 这是莫非希望你讲negative 讲负面多一点 所以你一直得不着 性就是所有的犬状 最后 一切的祷告都必须是性性的祷告 而信心祷告就是那种神那种信心的才有果效 大家 我们再讲最后一句 一二三 一切祷告都必须是信心的祷告 而信心的祷告是神那种信心才有果效 阿们 最后大家 祷告该用谁的信心 一 信心是活出信仰 二 要有神那种信心 第三 信心来自神的话语 你要读神的话语 你要读神的话语 你要祷告有果效吗 你就祷告 你就常常读经的祷告 阿们 咱们站立起来